- 嗯,這裡的岩壁破損得十分嚴重 只會遭受到某種距離的破壞 而這外面的天空 不適得有無數忽沒忽一樣的光點 真是不可思議 等等,會不會那是? 小姐妹臉上的表情不對勁,先別 原來如此 當年參與那件事的人全部都在這裡 對那傢伙用盡方法騙過我 但我在洞服裡沉睡錯過時期 是因為他早就踩到最後的結局 而在失去你們之後 我已經就剩下我一個人 將來又有誰能挽回這一切 此刻的我又該何去何從 對不起,我該不會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吧 抱歉,失態了 我明白你們好奇這時期中的死磨 沒有,這是很長的故事 從頭我不知道該如何說起 而現在應該也沒有必要提起這件往事 最後那種機會 我會將這以前慢慢說給你們聽 此刻我執求你們 於此一句都不要多問 自當如此,雖然我們都很喜歡聽故事 但此刻耽誤自己 趕快找到白衣聖前輩和霸劍 等我幫我爭取這些事情之後 相信自當會有機會的 聲音大哥說的事,我們走吧 那到底是什麼事 等到這些是他的 道友們嗎 哇 會不會留到下一部遊戲裡面再講呢 天啊,要是要講多久啊 啊 可恨 可恨 沒想到 我竟會犯下如此無可挽回的錯誤 以為霸劍在神無名手中 顯不出應有的神威是理所當然之事 沒想到 是因為他尚未大功告成 真理並不完整之故 在凡塵的千年之間 我殺費苦心 策劃了這復仇大忌 歷經無數波折與輪迴之苦 終於來到回返天界的最後一步 然而 以此刻的霸劍之力 無論如何開不了這消雲之門 我以為自己天機算盡 謀事必成 卻再次前功盡棄 難道我付出這麼多心血 卻只能在這奇雲門前望門星探嗎 我不甘心 我絕不甘心 不 即使如此 我也不會讓一切就這樣結束的 即使不知道何時才能重回此地 此刻霸劍仍然在我手裡 只要我有朝一日能完成它 就還有機會實現那個夢想 此刻天地即將分崩離析 引界多半也會遭到波及 眼下且先引頓到他處避過此災 待塵埃落定之後再做打算 這回就算歐椰子再會躲 我也要把它給挖出來 等等 有人來到了此地 莫非是 自從自成 自從之前的大量成績已變 晚輩就一直關於你去的何處 希望晚輩鎖料不差 才讓你也來這個奇星塔 話說回來 我們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登上這個塔頂 你卻早已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通過這天地 其所不費摧毀之力 晚輩萬智揣測 白禮掌門原本就對此地 孜孜盛祥 而令你特地將霸劍帶到此地 也是另有重大圖謀 不過從你轉神域 離開著絲萬神情 這圖謀似功虧一貴 白禮掌門 不是晚輩這番猜測可對的幾分呢? 神子俊 想不到我還會在這裡遇上你們 很遺憾 你們非但沒有跟著大梁成績 一起被埋葬在地下深處 而且還一路找到了這裡 或許你真的得到天命庇佑 既然如此 咱們就拋開著轉生到金氏的虛假身份 不論你是霸王項羽 亦或被深無名養大的無名少年 神子俊 與我而言都沒有差別 咱們就在此 徹底做個了斷吧 白禮掌門嚴重了 晚輩 並無對前輩不敬之意 只是晚輩身為霸劍之主 需要他才能完成天地存續的藥物 之乃至關緊要之事 近前輩務必再次將霸劍交還 好個霸劍真主 可惜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打造霸劍一事是我一手策劃的 非魂鐵也是由我帶到人事 霸劍本來就因為我所有 岂至歐爺子這老頭昏了眼 居然聽信了那賤人之言 在劍上刻上那該死的名文 饒動了天書造化之旅 才會由你這礙事的傢伙降生到人世 只恨我發現此事是為時已晚 之後又遭張良這絲暗算 否則我早就讓你行魂俱滅 岂能留著你活到之後 以西楚霸王之名自成 靠著本屬於我的霸劍之力 耀武揚威 還妄圖繼承已經斷絕三千年的地作 成為人世真煌 事到如今 我才不在乎天地會不會分崩離析 所行就讓這人世毀於一旦 先決了你這延續天地之氣的希望 然後將你們屠滅於這霸劍之下 徹底撩斷這段滅緣 既然百里掌門執意如此 萬輩只好舍命奉陪 就用這一仗 這一仗的勝負來決定霸劍 最後將歸於誰之所吧 百里掌門請出萬輩得罪了 哼 不自量力 你以為在我手下還能有絲毫勝疾 沈子俊 若你真以為我的劍法早已持廢 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很快就會讓你明白 誰才有資格成為霸劍之主 威猛的見證 全然不像我所知道的百里掌門 那使勁的說法又不當的 在神魂五關時我簡直幫助兩輪 難道之前說我裝髒 我切一件養性魚 可能都裝出來的 小姑娘也看出來了 這才是我真正的本事 我假托傷勢未遇 常年閉關 讓武林中盛傳 我已經封劍退隱 其實是掩人耳目 除了方便我在外尋找霸劍下落之外 其間我前行苦練先天劍氣之法 劍法威力更勝從前 在神五關一戰 即使神無名手持霸劍 與我也以不足為懼 所幸 之後你出面讓他退走 否則 我就得被迫暴露實力 回想天宣門密道中 與百里掌門的偶遇 想必那時 前輩早已用這個樣貌 在外面四處查訪 收集情報 不動聲色地在暗中策劃一切 而絲毫不為武林同道窒息 有此事 想必也是因為前輩你之前的煞背苦心 能夠裝著霸劍的體核 才會出現在妄精封密道的庫旁裡吧 在那之後 我們的行裝 想必都在前輩的執掌之中 我精心策劃的一切 就是從那時起亂了套的 我沒料到霸劍會被你帶走 也不知道你是哪來的無名少年 雖然我費了一番功夫 設法查明了你的身份與去向 然而之後 你們一行人不但行蹤飄忽 難以捉摸 還經常混迹官府市井之中 我得分身留意消音手下的動向 難以兩邊堅固 到有大半時候 不知道你們去了哪裡 然而 你與深無名最後還是在陰緣的安排下來了襄陽 看到手持霸劍的深無名 竟然被你逼退 我瞬間明白了一切 造化的這番安排 的確是煞費苦心 但還瞞不了我 所以前輩早已知道到底是誰在背後指使蕭姑娘 也料到霸劍將奪佔義父心神 於是任由他達成自己的目的 然後再大齡成績 做事我與義父相鬥 最後 再下手搶奪 如今思難 像整件事情的經過如此錯綜複雜 這一段不出前輩的推算之外 此動人將一切物語執掌之重 前輩過人的自摸失慮 如此讓晚輩佩服不已 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佩服人家 不論你是無名少年申子俊 亦獲西楚霸王項羽 你這霸劍之主的身份 就與將近的天地之氣 一起到此為止了 就讓造化 在千年前留下的這段無聊冤孽 在此做個結束 前輩既有此意 晚輩雖然自知身手遠遠不及 然而為了一己之責 也只能拿出回身解數 奉陪到底 多數得罪 還請把你前輩見釀 哈哈哈哈 有本事的話 就儘管來拿吧 可惜等在你面前的 就只有死路一條而已 真沒想到 你們五人聯手 竟然有如此為力 即使是手持霸劍的神無名 也未必就能將我逼得左右之處 不 你的確是成父天命之人 看來 我不能再有所保留了 公子留神 百里掌門發出的靈氣 並非凡人之物 在此 還要走 我能使得你 再致命的 我能爭取 好 那 來各自地仙知道的倒挺多啊 對,我是賭上了一切 我一封身為無鷹殿又是殿義池將軍 如果連你們都勝不了 那我如何能指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回天界 洗刷恥辱 無鷹殿又是殿義池將軍 無鷹殿是指無鷹眾吧 不願做下如此自毀虔誠之舉 也非取得霸劍不可 而你應該知道霸劍之歸來之 斷斷他的非魂鐵 用來輔佐人狂浴室 而他太過霸道 返回蕭露你的天能鳴魄 若你打算憑霸劍取勝 自己會蒙受其害 愛各自殘仙 而等下仲之輩 不配過問這些事情 非魂鐵對我算不了什麼 我就是要用霸劍 將你們屠路殆盡 讓你們連魂魄都到不了黃泉九淵 拿命來 贏了 贏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最後的結局 竟然會是這樣 我苦心安排的計劃 功敗垂成 這一戰 竟然也敗在你們手中 只恨我沒料到 鑄造霸劍一室 擾動了遺藥與天律運行 而在造化安排你以霸劍之主之身 將要轉生到凡間後 不論我如何用盡心計 也勝不過 冥冥中引導你的宿命之手 我長久以來 魂絲夢熙的夢想 終究 是就此變成了泡影 天意如此 我不後悔 選擇解放真身與你們一戰 縱然我即將神魂拒滅 但我的遺憾與憎恨 會永遠留在這裡 等待您所繼承的人士 最終回破的時刻 八劍之主 我 我們 永別了 這感覺 莫非是 歐爺子老前輩 神小子 不 現在老夫 應該可以稱你為 相王了吧 最終一件工作 前輩的意思是 相王無需多心 也只管在一邊等著就好 只剩這最後一點的功夫 也應該一回合就完死了 雖然此一千年 獨眾還經過這許多波折 這奇銀霸劍 終於尬功告成 並再次交給他真正的阻攔 當年老夫倒召他是 游禁燈骨 又捨不得放下這未盡之主 因而 在姻緣安排下 選擇成為永生不死的魔人 雖然之後 在明幽之間徘徊這段歲月 漫長的逆人難熬 然而如今終於得了一場疏遠 這代價也算是值得了 原來如此 前輩與霸劍的淵源 著實是無比深厚 想必領對他的來龍去脈 直至盛向 入如鑄造他的經過原有 緬交易峰的天將為何搶奪霸劍 他最後那方化的用意 晚輩是得回霸劍 但與一切能有諸多不解之處 希望前輩能詳細說明其中死磨 讓晚輩也一解心中的疑惑 現在只怕不是時候 這些 就讓老夫先賣個關子 咱們將來 肯定還會有緣分 到時候 在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吧 前輩 你等等 是 恭喜聖大哥 當初我們發現那個鐵盒的時候 壓根沒想到 裡面之物是如此重要 與你又有這麼深的淵源 姚妹 完成的霸劍重歸公子之手 意味著天使一致 此刻最要緊的 是祝他完成擔負的使命 蓝姐姐说得对 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相信一切未知的秘密 就都藏在那道门之后 若我真能开启它 或许 所有的谜题就能揭晓